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实上 我们川普总统也对欧盟体二十几个国家也一样的宣战 要增加关税 可谓我们美国是对抗不仅是中国 几乎工业发达国家都是在我们惩罚贸易关税的范围之内 哇 可见得我们这一阵子市场非常的忙碌 上下的波动 你除了看世界足球大赛 你还要紧张 你自己stock market里面的portfolio 谨慎小心 主播我今天要来谈谈为什么在市场如此变动不安当中到急剧下跌 但是 NASDAQ 却是 record high 维持在七千七百点呢 中间的相对的对应跟比较是如此的大的差别 到底 NASDAQ 却是这个国家一百二十年来科技股最高的高点 主播的观察 有三个理由 工作 你自己的参考 第一个 NASDAQ 为什么是高点 主要你仔细看 是FAANG BAN 这些股票都在大涨 你看 Google 是一千两百块钱 你看 Amazon 一千七百块钱 Netflix 四百一十块钱 都是在最高点 或者是近于 record high 所以可以看得到 当市场不安定的时候 钱就park在这些可以抗波动的科技股 看起来也非常make sense 第二 整个市场的变动当中 钱没有地方去 所以必须有市场的轮动 这叫sector rotation 当波音公司也好 当农产品也好 工业股也好 受到中美贸易征战的影响 钱自然就从其他的sector转到科技股 这也非常非常的make sense 第三 当市场不变动或有通胀的时候 什么是可以抗通胀的股票呢 当然是科技股 因为科技股它的productivity比较高 它的本益比也比较合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无论是科技的一个trend 或者是整个工业的轮动 或者是科技股抗通胀来看 你在这时候变动当中 却是在NASDAQ创造历史的最高点 似乎也蛮合理的 那么智慧人的话语 那就是上帝祝福心非常的简单 而且单纯的人 因为那些单纯的人有福 因为信靠上帝 上帝就祝福那一个人 国家是如此 公司也是如此 凡信靠上帝的都有福气 愿上帝祝福你 好 而且 陈少豪 周五在阳光古照的西谷Google总部面前跟大家来报道世界焦点财经 我们下次见